有些股票属于弱势股,而有些股票则非常强势,其实本质是机构抱团取暖,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,这些资金必须有一个去处,所以可以看到某些个股,机构持仓的比例和数量非常多。 打个比方,苹果,大部分机构都有配置,大机构之间互相都是知根知底的,如果没有基本面的变化,一般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抛售。 同时,这些市场上的宠儿,长期处于上涨趋势,上涨窗口期很长,中间即使出现短暂的萎靡,一般调整的也不会太多,而且调整后很快就能涨回去。 或者,就算你运气非常的不好,买在最高点,那也没有必要太担心,被套只是暂时的,我们可以用时间来换空间,中期就能涨回去,然后创新高,再创新新高,再创新新高。 所以,目前市场的风格或者说偏好就是这样,远离弱势股,哪怕其跌幅再大也没有操作的必要,拥抱强势股,强者很强。 哈喽,大家好,欢迎来到贝拉财经。 今天的视频,再来说一说本周的热点,Snowflake。 随后会和大家分享关于能源板块的最新情况,以及关于特斯拉的最新消息的更新。 最后,还有对于黄金的一些看法,好了,抓紧时间,让我们开始吧。 先来补充一下对于Snowflake的看法。 明天9月16日就要开戏了。 Snowflake将其预期的定价范围,从先前的75美元至85美元,提高到了每股100至110美元。 涨幅表明,投资者对该交易的需求强劲。 这将使Snowflake能够筹集更多的资金,来为未来的增长提供资金。 对于公司的发展,当然是好事情,但对于波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和Salesforce同时进行的私募来说,却不是一件好事情。 这些投资者已同意各自投资2.5亿美元,按照最新价格。 现在只能购买240万股,而不是之前的310万股。 Snowflake的估值将是其过去12个月收入的72倍,即使对于企业软件及服务股票来说,这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昂估值。 当一家公司想进行IPO时,它通常会雇佣承销商,一般是知名的投行,如高盛或摩根斯丹利。 承销商的职责是确保你向公众发售的所有股票都卖出去了,以及确保公司完成融资目标。 承销商会先购买所有的流通股或普通股,然后将股票转售给市场。 就如这次,如果承销商行使购买额外股票的选择权,则必须多支付38亿美元。 但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,在上市首日,按发行价购入股票几乎是不可能的,尤其是在IPO受到大量关注的情况下。 机构按发行价向客户分配股份时,首先会提供给VIP和高净值客户。 散户投资者无法按发行价买入股票,即使是在股票刚刚上市的第一时间。 我个人考虑投资Snowflake的原因有很多,主要有下面三个。 首先,是尽管其业绩记录很短,但该公司拥有惊人的收入增长率。 第二,散户与机构信息不对称,不过这次Snowflake的信息相对对称。 第三,关于这次巴菲特的投资,其实做出决策的不是他本人, 而是他信赖的理财师泰德韦斯勒或托德科布斯。 无论如何,他打破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超过半个世纪的传统, 将Snowflake公司的信誉度进一步提高。 最后必须注意,Snowflake缺乏重要的过往交易记录, 因此技术上是无法判断的,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。 如果想要参与,必须做好必要的止损保护。 我个人这次不会长迟,只会快进快出,短线操作。 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能源板块。 本周四的OPEC加会议特别值得关注。 最近油市利空利好频出,不过个人认为,目前利空居多, 最好小心油市在线供应过剩。 目前石油交易巨头看跌至30美元每桶。 先来说利好。 首先,OPEC加仍在努力平衡供需。 本周四的OPEC加会议上,沙特和俄罗斯或将缓解市场对于供过于求的担忧, 也使原有投资者保持乐观。 尽管一些分析师认为,这个由沙特和俄罗斯领头的联盟将无法阻止油价再次下探35美元。 第二,中国较好的经济数据,能够抵消部分国际能源署月度报告的负面影响。 再来说一些不好的消息。 一,全球原油需求在5月和6月大幅复苏,但随着一些国家第二波疫情,特别是印度,现在已经停滞不前。 第二,美国汽油需求复苏在8月放缓。 需求增速甚至在8月最后一周转为复数,隐形学年开始,驾驶季节已经结束。 第三,因为大量卡车闲置,航班被取消,柴油和航空燃料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。 第四,利比亚军事强人哈利法哈佛塔尔承诺结束该国对石油的封锁,这意味着高达每日100万桶将进入市场。 第五,飓风劳拉登陆之后,沙利接着来到,不过沙利被降级为一级飓风。 对墨西哥湾原油开采和提炼业务的威胁减弱。 总的来说,原油市场目前正处在一个供应过剩的阶段,短时期内很难度过难关。 我个人目前还是保持观望,唯一持有的FE近期没有任何的操作。 如果大家一定想要埋伏一支石油股,我个人目前为止首推艾克森美孚。 虽然该股本身不太可能为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收益, 但是必须看到公司的股息收入。 埃克森美孚目前价格在36至37美元附近徘徊。 今年以来,仍然累计下跌于40%,股息收益率也因此飙升至9%以上。 到目前为止,公司即使亏损,依然顽强支付股息, 并且没有任何破产的风险。 公司仍然在收购,在借机扩张,未来是光明的,资产是安全的,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买入。 关于特斯拉,有些新的发现和大家分享。 特斯拉的电池没有几天了,首席执行官埃隆·马斯克似乎很信奉, 在推特上写道,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将揭晓。 没有人会百分百知道马斯克在指的是什么。 但是,特斯拉在未来五年的销售,可能比投资者此前预期的要强大得多。 关于电池上马斯克兴奋的秘密的事情, 可能和特斯拉传闻中的人们期待已有的比赛电动赛车有关。 包括所用到的电池组本身就有很多的创新。 我这里只是猜测,没有任何依据。 关于电池本身,昨天的视频中已经介绍过了, 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。 我们来看下一个推测。 之前,特斯拉发行新股筹集50亿美元的资金。 虽然美其明月是为了几家超级工厂, 但真正目的无人得知。 包括全世界大多数分析师和投资机构。 因为到目前为止, 特斯拉手里还有大约有140亿美元的可支配资金。 这50亿或许有些特殊的用途。 用途之一有可能是为了提高特斯拉租赁的可能性。 资金用于为Uber和Lift司机提供更好的补贴和激励措施。 例如,在一定时期内, 他们不仅可以以较好的价格租赁特斯拉汽车, 还可以免费升级为完全自动驾驶。 之后,特斯拉可以采集到更多的行驶数据, 来加深他们在自动驾驶上的理解进行优化。 这是一个正循环。 如果有朝一日, 特斯拉掌握了5G驾驶技术, 那么它会是整个自动驾驶规则的制定者和改变者, 会轻易让其市值再次翻上一番。 同时,公司的收入增加, 可以提振当前投资者的信心。 有人看到这里不禁要问了, 为什么最近老是提特斯拉呀? 没有办法,因为它太重要了, 已经成为全球科技股的风向标。 而且关键是太会赚钱了。 无论是波段操作, 还是中期走势赚钱, 效应非常大。 当然,比它好的公司和股票众多, 但就影响力而言, 特斯拉目前肯定排名第一。 关于特斯拉, 我之前在特斯拉大跌的时候, 顶着非常大的压力, 鼓励自己和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判断。 好的股票只要下行, 就是很好的买入机会, 不要想着还能往下跌, 犹犹豫豫之中会让你永远错失机会。 巴菲特经常引用凯恩斯的这句话, 宁要模糊时的正确, 不要精确的错误。 好的公司的股票, 它只会涨到你不敢想的位置, 却不一定能跌到你想要的价格。 同时, 要事先问自己两个问题, 一个是时间纬度, 一个是价格纬度, 长持还是短钞, 只损止盈的心理价格, 要遵守自己的交易系统和操作纪律, 不要贪心, 钱不进自己的口袋都不是自己的。 我个人之前给出特斯拉的第一目标价是450-460, 这个是我个人的部分指引位置, 不是轻仓位置。 有些观众问, 是不是应该在特斯拉电池之前比别人快一点出货? 关于这一点就要看您自己的预期了, 就我个人而言, 会随着价格的攀升, 每上涨20美元进行减仓操作, 500会是一个重要的整数关口, 也是前期的高点, 肯定会有一定的压力。 个人还是非常看好特斯拉可以创出新高的。 再说一次, 所有的只是一个概率问题, 投资是您个人的事情。 最后来和大家说一下最近比较低迷的黄金, 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, 外界预计美联储不会调整关键政策工具, 不过投资者仍需密切关注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 有关前瞻性指引的措辞变化。 美联储通常将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定为2%, 以使经济保持在不冷不热的水平。 但美联储最近表示, 它将允许通货膨胀上升超过2%, 以支持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经济。 这意味着, 只要通货膨胀率不上升, 美联储就不会在失业率下降时加息。 这里有一个指标值得注意, 如果通胀率超过3%, 但利率仍接近0%, 则黄金大概率看涨。 一般而言, 当美国国在收益率转为负数时, 投资者通常会将资金从债券中转向黄金。 投资者都存在着这种过度自信。 一家大型投资平台曾经发表了一项调查数据, 表明其91%的主动投资者认为, 来年他们会跑赢大盘, 或至少跟市场回报持平。 当然, 这在数学上是根本不可能的。 股市有风险, 投资需谨慎, 可真不是一句空话哦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您如果还有什么补充,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,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哦,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 同时也会帮助到更多不认识我的人找到这部影片, 谢谢。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, 如果有缘, 我们下次再见, 拜拜。